《已知的十项》 第二部 第六册 第六十节 前情摘要 至此 我们终于接触到了第十一条本真宇宙中的宏观后台法则 自我价值完成带来的品质深度 这个词很拗口 如果转变成汉语境的词汇 我们可以叫它有深度的高品质自习 它不是一个基于自我价值完成后的完成时 不是某一圆满的状态 而是自我意识进化到中后期时 掌握了多元意识技巧 多维观点认知 有能力自主地展开鲜少扭曲的自我进化 这是一种持续再进化的意识状态 什么是深度学习呢 这是一种机器学习方法 它作为人工神经网络 可以根据学习过程中的视力数据 来独立地构建训练出基本规则 尤其是在机器视觉领域 神经网络通常采用监督式学习的方法来训练 即通过视力数据和视力数据的预定义结果来进行训练 人工神经网络 深度学习使用了某种形式的人工神经网络技术 因此必须先用视力数据进行训练 即在给定的历史剧中 先训练其感知 认知 逻辑处理能力 经过训练的意识 就可以用来执行相关举一反三的任务 使用已经过训练的意识 展开无尽的穷举式演算 这一过程被称为推理 在推理时 意识会根据习得的规则 对所提供的数据进行评估 例如 随机给出原始参数 然后命令它生成穷举演算 最后自然淘汰掉失败案例 在数百万可行方案中做出对比 输出一个最优解 神经圆 层和连接 意识由多个互相连接的神经元层组成 以最简单的情况为例 这些层具体是指输入层和输出层 可以将众多的神经元和连接 看作一个矩阵 连接矩阵中包含输入矩阵的每个值 并连接到结果矩阵的值 连接矩阵的值包含了相应连接的权重 借助连接矩阵值以及输入值权重 可以在结果矩阵中生成相应的值 除了输入层和输出层外 在深度意识的可见层之间 还存在成百上千个 用于输入和输出的隐藏层 这形成无以计数的平行层 用来同时演算所有可能性 矩阵中每个隐藏层得到的优胜结果 即是下一层矩阵的输入初始比对数据 因此宏观意识只关心最后一层的输出矩阵 所提供的结果 过程中所有失败的情况都成为分母 训练 训练意识时最初的焦点是随机设置的 然后逐步添加视力数据 要根据输入数据和预期结果 并使用训练规则来调整关系权重 意识的最终表现及结果评估的精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训练时所用的视力数据 如果用于训练的内容有大量可变性高的视力数据 则通常能产生更精确的推理结果 如果使用大量非常相似或重复的数据进行训练 那么在遇到与视力数据不同的数据时 意识就会无法对字段进行估算 这种情况叫做意识的过拟合 一个可自行生成模拟宇宙环境 对输入的初始参数进行全面的复杂处理 并在最后反馈输出最优解的意识单位 就是一个意识丸形成熟体 并被认为具备了深度的高品质自习能力 至此 本真宇宙内的基础底层逻辑法则 我们就都学完了 在这里一共设计了11条 其实还有一条 最后作为彩蛋告诉大家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 这11条都包含什么 第一个法则 自我价值完成 第44节 这是意识持续自发渴望进步的内在原动力 有效地防止意识分身们躺平 倦怠 拖延自身的不懈发展 第二个法则 能量转换 第44节 当意识体有充足的意愿 投身入这一自我进化的路途 下一步就是让意识能量体 能有效地转化为伪装层的伪装载具我 并在完成这一舞台剧后 从这个伪装载具中顺利撤出 逆向还原成意识能量体 这就是意识能量波 探索成粒子 再从粒子态加速还原意识能量波 第三个法则 自发性 第44节 按顺序 这是第三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第一 它就像我们电脑的主板驻流程序一样 一个意识能量分身 自我意识苏醒的第一步 就是自检到这一指令 然后按照这一指令 自发地去激活其他相关指令集 这带来所谓的自由意识 让意识体觉得自己渴望达成后续连锁的内在渴望 第四个法则 持久性 第44节 天啊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干什么 意识一旦被启动 自我就诞生了 自我意识一旦被启动 它就会渴望保留自我意识的持续性和可延续性 让自己活下去 尽量久些 让自己扩张 自我扩张和多重自我多面向同时扩张 繁衍分裂 自身克隆 第五个法则 创造性 第五十节 意识能量威力们会尝试各种形式的团队协作 通过这样的协作 每一个意识能量威力 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携带的特长 并利用他人的特长 来完成自己无法达成的精灵目标 粒子聚合成原子 匹配上电子 能量 成为分子 进而形成天地万物 细胞从简单到复杂 所有可能性的组合都被尝试一遍 然后彼此竞争 优胜劣败 相互形成滋养的阶梯 合力塑造与攀登未知的高峰 创造性包含 创造出自己和更优秀完善的自己 创造出宇宙万物 并基于造物再造物的不断攀升 第六个法则 浓缩知识的意识 第五十节 以史为鉴 尝试 经历 总结 萃取 凝炼出道理 然后 再进行验证 校正 对比不同方法的有效性和高效性 剔除杂志的 不稳定的 有副作用的可行方案 逐步精简得到最优解 并传承给自我群体意识与宏观群体意识 成为共享知识与认知 宇宙中的多数文明都是靠宇宙集体意识共享文明成就 快速进化的 只有少数物理系文明闭门造车 不能发展出宇宙意识 也无法连接 使用 甚至不能意识到有宇宙意识网格的存在 成为高傲的楼椅纪文明 第七个法则 无限移动性能力 第五十节 意识体本身是无视时间与空间这些物理伪装假象的 在我们看来无比广袤近似乌音的宇宙 在意识体看来 不过是由一堆IP地址构成的原宇宙空间游戏场地 意识体进出各个场地时 并不是靠跨越距离的物理主点飞行 而是瞬移 瞬移的道理也很简单 我们所谓的身体其实是意识能量威力构成的物状流体 这所谓的身体其实并不稳定 每天都在进行着大量的粒子交换更替 在瞬移发生时 粒子身体上的所有浮衣粒子红化 而意识本体在投影层中输入下一个有待显化成像的地质参数 比如大脚星 意识体在大脚星的地图上开始具象 利用大脚星本地的显向意识能量威力 依据自身以太兰图 大脚星的伪装规则 显化出一个符合大脚星伪装规则的自己 另一种瞬移只是意识体的瞬移 它可以到理论上的任意层面 实际只能访问与自身意识频率对等或更低的层面 意识频率相下兼容 却不能进入比自己高太多的意识频率实相场域 第八个法则 无限可变性和转换性 第五十节 之前说过的两点 意识能量物化后 在还原与瞬移都涉及到变形的能力 还有另一种变形的能力 就是意识进出于不同的角色 演绎着意识体和伪装体 这也是一种变形和转换能力 这些变形与转换的能力 是没有使用次数上限的 第九个法则 合作 第五十一节 不管是细小的意识能量威力 结合成浩渺的伪装宇宙 还是构成一个比灰尘大不了多少的满虫 不管是诸多人格片段构成的存有 还是宏观意识构成的意识海 一加一大约二的协作共赢 在整个意识领域广泛地存在着 并且是发展一切的前提 自私的利己只是一种极化体验 用来反衬出利他合作的意义 第十个法则 到达和离开 第五十六节 作为演员 我们无数次地辗转于各个舞台 去演绎这样或那样的角色 这些角色亦正亦邪 演绎出人间百态 甚至可以利用自我意识分身 让多个自我同胎演绎对手戏 就像现在 珍 罗 塞斯 弗兰克 海滨负面极化版的珍与罗 公园里来找罗玩的童年其他的罗一样 而死亡并非是谢幕 伪装时间可分为多层 其间留宿各异 每一层都有自己的特定频率 世界的伪装布景 同时存在于多层中的肉身死亡后 角色我从载具我中撤离出来 但角色我形成另一种形式的皮囊 构成我们所谓的灵魂 继续演绎其后半场的戏剧 死亡不是人生的句号 有生之年在整部人生剧里 不过是前三分之一的铺垫 滞留层和中间层还有大量的体验 等待展开 一个角色我需要能活明白了 死通透了 想清楚了 才算这一个角色过关 不然就会在各种不甘 不公 如果里 周而复始 第十一个法则 品质深度 第五十九节 内在自我 从一个片面认知的 拥有某一特长的 较真 且黑白分明的意识威力 逐步通过一次次的历经 变得丰满 渊博 通透 厚重 智慧 高能 平衡 我还是那个我 没有占用更多的空间 也不是什么巨大体积的东西 但我变得更有层次 更有品费 更厚重深沉 犹如陈年老教的珍藏 越发的浓郁 甘醇 清新 犹如看破世间把戏的老者 悠然地吟唱着自己的小曲 看着那些后生晚辈的娃娃们 在村头嬉戏打闹 这个哭了 那个笑了 这个爱得死去活来 那个又在翻脸闹着寂寂 一群婆姨们大了肚子 说着是非家常 几个孝子哭丧走过 却因瓦房寒腰中 几个铜板的龟属扭打一起 老嫂看看午后的太阳 微风吹过他的白须 皇帝追着吃油 刚从田庚走过 秦军追杀着赵军 又跑了过来 村东明军打败了援军 村西八路赶跑了鬼子 这一上午 就看这些后生们跑来跑去 比那戏台子上 阴阴压压的梁柱 还要多热闹几分 老嫂拿起孙儿孝敬的手机 看着载人火箭 一鸣火星的实况转播 嘴里嘀咕着 娃儿们上天了 上天了 第十二个法则 平衡性对等体验 这一条赛斯没有说 但始终在说 意识体们兜兜转转 在各种舞台剧中 但在未成熟前 真的是会记仇 和有因为魅良心 而造成的愧疚感 萦绕心头 因此一次次组合成各种关系 把之前的恩怨平复 又在经历中激活了新的瓜葛 如此激荡出无尽的故事 雪花能有多少种样子呢 一立方米的雪里面 约有60到80亿颗雪花 但你无法找到两枚 一模一样的构图的雪花 这就是自然随机频率 造物的奇迹 第六十节 物质的自发 瞬间与模式假设 1964年6月8日 星期一晚上9点 按指示 我今天晚上不打算 给你们任何个人转世的讯息 你们现在可能已经知道 我们前一天晚上 确实碰到了一些扭曲 不过我稍后澄清它们 但是如果没有些许扭曲 你们一开始就接收不到 这份资料 其实不能因为这些扭曲 而责怪鲁博 因为我们所采用的方法 多少会因为私人资料而扭曲 不过这些扭曲是可以澄清的 一般的资料很少被挡住或扭曲 我觉得也许我应该向鲁博道歉 因为我把超出他愿意接收的资料 硬是传了过来 所以现在我会把那件事 放到一边不谈了 在上一节的末尾 塞斯告诉约瑟 他在18某某年 是一个移民到波士顿的冒牌牧师 拥有300多名校众 还在那时与现在真的妈妈 有夫妻之时 当时他也是女性身份 姐妹俩共事一夫 搞得很不愉快 导致这辈子三人见面还莫名的相互厌弃 在资料里出现了前后矛盾 到底姐妹俩谁是约瑟的正房 而谁是偏房 而讲到物质 我注意到鲁博发现一本谈物质本质的书 这是好事 你们两个在质性上应该都能跟上 我很高兴你们都在这么做 毫无疑问 鲁博一定会发现 他读的都是一些题材奇特的书 我先前提到 这些课是一辈子的项目 当然这得要你们两个都愿意 课的时间也许会改变 因为各种原因而做调整 你们有时也会在你们最没期待的地方得到帮助 作品将会被出版 鲁博也会将其作为自己写作的基础 对于我们的未知或不确定性 对于灵界的灵体来说 都是已知的必然 但他们也不知道 哪一版平行角色最终会选择触发的必然 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现在离婚率是60% 二婚离婚率是80% 那如果你同时演绎相互平行的100个新娘 在你结婚的那天 两个灵媒给了每个你两个相反的预言 白头到老与三次婚姻失败 你觉得哪个会实现呢 是的 答案是同样的准确 必然有某一版的你 达成了某一种可能性 而所有可能性同时存在着 并且都同样真实 这就是宿命矩阵的必然 与个体自由意识的相互兼容 每个狭一个体都有权发挥自己的自由意识 在任何一个人生节点上 做出不同的随机选择 而这并不影响宏观自我群体 达成自我人生的预设目标 人生是一场必然中的不同偶然之合集 我比较喜欢凡事都让他知道 他自己的兴趣推动着他朝这个方向发展 而且因为我们合作的方式 对他来说 在他有能力吸收的情况下 熟悉更多领域的知识是有利的 如果我们是利用非常深的出神状态 那么确实就没必要知道这些了 但为了你们自身的利益 我更希望你们这一方 能尽可能多地合作 并喜欢针对整体自己 对知识的吸收上下功夫 之前我们说过 通灵管道信息时 有三种不同的层次 浅层解离帮灵体带画 但扭曲较大 正常解离 同声翻译 扭曲小 但考验翻译的知识储备量 深层解离 没有扭曲 但管道自身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考验灵体的现代语言组织能力 和自身知识结构 与甚至水平 目前为止 很多主题 我们都只是轻描淡写的触及 还有很多要补充 包括物质的本质 不断创造和操纵物质的过程 以及真正令人震惊的合作 因为所有生物都在贡献它们的能量 以维持物质宇宙的任何一种 永久的连贯的形态 这个过程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 然而如果人类贯彻执行的话 那么它就会有意识地觉察到 自己在这个不断创造物质的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 它将能够以一种更睿智的方式 继续下去 自然有自己的自然而然 人作为自然中的一部分 既属于它又生成了它 我们所谓的自然 其实是我们自身意识投影出的伪装层 我们是它的子民 而它是我们集体无意识的造物 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 9点28分休息 真完全解离 到了休息时间 它的传讯已经变得相当缓慢和慎重 在自语词之间有很多停顿 给人的感觉是 它在仔细地寻找合适的词 它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传述 事实上 它的传讯变得更慢 更仔细 更深思熟虑 有好几次 它从我们客厅的这一端 走到另一端 才说出下一个字 9点32分